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是第一次學攝影就上手的第五堂課 這堂課呢,來為大家介紹一些我們在使用單眼相機鏡頭 主要會買哪些鏡頭 當然,單眼相機鏡頭種類非常多 我們沒有辦法介紹每一種鏡頭 但是呢,今天的課程會介紹大家最常見的四種鏡頭 分別是標準變焦鏡頭 廣角變焦鏡頭 望遠變焦鏡頭 以及定焦鏡大光圈鏡頭 我們會介紹這四顆鏡頭給我們的初學朋友 下次再買鏡頭的時候呢 你可以有這四種鏡頭可以參考 但由於感光元件有區分全面幅鏡頭 跟APS-C鏡頭 他們在鏡頭的標示上的數字會有點不一樣 所以說這一堂課呢 我會先介紹APS-C的鏡頭 再介紹全面幅鏡頭 這樣子的話 不論你是拿哪一種片幅相機的鏡頭 你都有個購買以及選購上的參考 好,我們就先來看APS-C鏡頭 來認識一下鏡頭上面的標示 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好,我們來切換一下畫面 這邊一共有五顆鏡頭 從最左邊的最廣的鏡頭 到最右邊的變焦倍數最多鏡頭 我們先介紹這五顆鏡頭 給大家先認識一下 首先呢 我們先介紹 每一個初學者最先會遇到的 標準變焦鏡頭 這個鏡頭就是各位初學者 你們最常遇到的標準變焦鏡頭 這個鏡頭的解讀是 左邊是這顆鏡頭的廣角端 右邊是鏡頭的望遠端 而這顆鏡頭是初學者 你們最常拿到的鏡頭的焦段 分別是18-55mm 但有些鏡頭可能會稍微廣一點 可能會到15左右 而有些鏡頭可能會到比較遠 可能到70 對於廣角端大概是18mm 望遠端大概是50mm左右 這樣子的鏡頭 我們就稱之為標準變焦鏡頭 這顆鏡頭會是初學者朋友 最常接觸的鏡頭 這顆鏡頭就是超廣角變焦鏡頭 為什麼叫做超廣角變焦鏡頭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鏡頭的標示 它的廣角端最廣 可以達到8mm的這麼廣 它的望遠端是到16mm 這樣子的鏡頭 我們稱之為超廣角變焦鏡頭 本身如果你喜歡拍風景的朋友的話呢 這顆超廣角變焦鏡頭 也會是你很常接觸的鏡頭 而這顆鏡頭當初我買的時候呢 是在Canon APS-C鏡頭裡面 算是最廣變焦鏡 它最廣可以來到8mm 到現在都還沒有出一顆 比這個還要更廣的鏡頭 這個是初學者最常接觸到的 超廣角變焦鏡頭 而這顆鏡頭就叫做望遠變焦鏡頭 為什麼叫做望遠變焦鏡頭呢 因為我們來看這個標示 它的廣角端起跳就是55mm 最遠可以到250mm 這顆鏡頭也是初學者 會很常接觸到的鏡頭 而這顆鏡頭 廣角端55mm到250mm之間的鏡頭 我們都稱之為望遠變焦鏡頭 接著來看這顆鏡頭比較特別 這顆鏡頭的廣角端是18mm 望遠端可以來到270mm 這顆鏡頭從最廣到最遠 涵蓋的範圍比較遠 涵蓋的範圍還蠻遠的 算是一顆非常好用的鏡頭 通常這種鏡頭我們都稱之為叫做旅遊鏡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最廣角端18mm都可以拍得到 最望遠端是可以到270mm 涵蓋的焦段非常廣 也非常實用 通常這顆鏡頭也是初學者 在購買鏡頭的時候 很常考慮的一顆鏡頭 因為它涵蓋的範圍非常廣 只要是有這顆鏡頭 大部分的鏡頭你就要用這顆鏡頭 都可以取代掉蠻多焦段鏡頭 它會非常實用 也是初學者非常常見的其中的一顆鏡頭 最後這一顆叫做定焦鏡頭 為什麼叫定焦鏡頭呢 因為它焦段是寫了一個叫做50mm 代表說它的固定焦段就是在50mm 而50mm的話也蠻接近我們人眼所視的視角 這顆鏡頭比較特別的一點是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顆鏡頭50mm是它的焦段 它的焦段不可改變 就叫做定焦鏡頭 而這顆鏡頭它的光圈最大 可以來到1.8大光圈鏡頭 所以說這顆鏡頭 不論你是哪一家相機品牌的使用者 這種50mm的大光圈鏡頭 也是初學者在初學單眼攝影的時候 很常考慮的一顆鏡頭 而這顆鏡頭也是Canon最便宜 也是最入門的大光圈定焦鏡鏡頭 不到3000塊錢非常划算 這顆鏡頭也會是初學者 蠻常留意的這顆鏡頭 好畫面先回來我這裡 我們剛剛總共介紹五顆鏡頭 這五顆鏡頭分別是最常接觸到的 18-55mm的這種標準變焦鏡頭 這顆鏡頭焦段不算是最廣 望遠不算是很遠 它是最便宜 也是初學者入手鏡頭 通常這個鏡頭都會是第一顆的鏡頭 雖然這個鏡頭廣角段不算太廣 望遠不算太遠 但是它非常實用 所以說初學者你們在購買相機的時候 相機搭配的鏡頭 大概都是這個鏡頭焦段為主 但是如果你想要拍得很廣的話呢 你可以考慮這種超廣角變焦鏡頭 起跳可能是10mm起跳 或者是像我這顆8mm起跳 而它望遠端最多大概到16mm左右 這種超廣角變焦鏡頭在拍風景的時候 基本上也是我個人蠻喜歡的使用的鏡頭 標準變焦鏡頭跟廣角變焦鏡頭都有了以後呢 接著可能會有人會考慮會買望遠變焦鏡頭 這種望遠變焦鏡頭是55mm起跳 到200或是到250左右 這種望遠鏡頭通常在拍風景也是非常好用的 不過大部分的初學者拿到這顆鏡頭 可能都是用來說 今天想要拍很遠的地方 比如說樹枝上的鳥 或者是遠處的昆蟲或動物 或者是拍運動、拍表演之類的長一下的話 這種望遠變焦鏡頭 也會是初學者很常接觸到的一個鏡頭 如果你不想一直在更換鏡頭的話呢 以APS系規格的主機來講的話 會常遇到這種高倍變焦的鏡頭 以我手上這一顆 剛剛大家也看到了 它的廣角端從18mm 望遠端到270mm 基本上這一顆鏡頭的話呢 我們稱之為旅遊鏡 可以說是一顆鏡頭打天下 出去外面就要帶這一顆鏡頭 其他顆鏡頭就可以不用帶 當然方便的地方必有它一些缺點的地方 它雖然可以讓你減少更換鏡頭的頻率 可是它的畫質可能並不是非常的理想 這個就是這顆鏡頭唯一的缺點 這一顆鏡頭叫做定焦鏡頭 這顆鏡頭就叫做大光圈人像鏡 為什麼會加個人像鏡呢? 因為初學者一開始買鏡頭的預算不會很高 而這顆鏡頭的話呢 它是定焦鏡50mm 光圈最大可以到1.8mm 而且價格非常的便宜 以現在的這種入門款的大光圈人像鏡 大概5000mm以內就可以買到一顆水準不錯的鏡頭 而這顆鏡頭是定焦鏡沒有辦法變焦 使用起來就會比較稍微要練習一下 不過呢F1.8大光圈可以拍得出非常漂亮散景的照片 待會我們看一下實力的照片就可以知道 以上這五顆鏡頭是使用APS-C片幅主機的使用者 最常接觸到這五顆鏡頭 分別是標準變焦鏡頭 超廣角變焦鏡頭 望遠變焦鏡頭 高倍率的旅遊鏡頭 以及大光圈人像鏡頭 基本上你買完這五顆鏡頭 短時間內你就不會再去需要其他顆鏡頭 但是呢也不代表說每個人都要購買這五顆鏡頭 只是以初學者在一開始接觸攝影的時候 這五顆鏡頭會是比較常遇到的鏡頭 APS-C鏡頭我們介紹完了 接著我們要介紹全片幅相機的鏡頭 全片幅相機的鏡頭的話 也是有分標準變焦鏡頭 廣角變焦鏡頭 望遠變焦鏡頭 以及人像鏡頭 或是高倍率的變焦鏡頭 今天呢我會介紹三顆鏡頭 是我滿推薦初學者 在賣入全片幅相機的時候 所購買的啟動三顆鏡頭 我們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好的 你目前會看到三顆鏡頭 分別是最左邊的廣角變焦鏡頭 中間的標準變焦鏡頭 以及右邊的這顆鏡頭 是70-200 這個叫望遠變焦鏡頭 我們一樣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是這顆標準變焦鏡頭 它的廣角段是24mm 望遠段到105mm 這顆鏡頭的話呢 通常也是入門全面幅相機 最常使用的一顆鏡頭 因為24mm的話 拍的也蠻廣的 105mm拍的也還算遠 它的拍攝的範圍 跟APS-C這顆1855 計算起來是差不多的 所以說呢 如果你是第一次入門全面幅相機的話 你可以留意到 蠻多全面幅的相機所搭配的鏡頭 很長搭24105mm 因為這顆鏡頭使用性非常高 使用性非常高 所以說如果你有一個24105mm的話 可以滿足你大部分的生活中拍攝的需求 這就是最常遇到的其中一顆變焦鏡頭 一樣的 在全面幅相機也有超廣角變焦鏡頭 比如說這一顆 它是16-35mm 廣角端可以到16mm 望遠端到35mm 這顆廣角變焦鏡頭的話 也是喜歡拍風景的朋友 很喜歡購買的焦段 大部分都16-35mm左右 你可以留一下全面幅相機的超廣角鏡頭 大部分都是16mm起跳 比較少部分幾顆鏡頭 最廣可以低於16mm 而這顆鏡頭的話 也是入手全面幅相機的使用者 你們喜歡拍風景的話 這顆鏡頭 這顆16-35mm鏡頭 也會是你很常接觸到的一顆鏡頭 接著就是望遠變焦鏡頭 這顆鏡頭是70-200mm 廣角端從70起跳 望遠到200mm 這顆鏡頭也是全面幅相機使用者 如果你想要拍比較遠的話 這顆鏡頭70-200mm 也會是你蠻常看到的 這顆鏡頭跟這顆鏡頭 所拍攝的範圍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都是入門 單眼相機使用者最常購買的 望遠變焦鏡頭 當然全面幅相機也有定焦鏡 而這顆鏡頭是APS-C 跟全面幅都可以使用的 這顆鏡頭我們剛剛介紹過了 它既可以裝在APS-C主機上 也可以裝在全面幅主機上 而這顆鏡頭剛剛介紹過的 它光圈最大可以來到1.8 是一個定焦鏡大光圈的人像鏡頭 這顆很便宜 如果喜歡拍人像攝影的話呢 這顆鏡頭可說是當年度 Canon使用者每一個人 必備的一顆人像鏡頭 我們畫面回到我這裡來 我們介紹完5顆APS-C的鏡頭 我們也介紹完3顆全面幅鏡頭 而這些鏡頭實用的範圍在哪邊呢 我挑選了一些照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剛這幾顆鏡頭 大概可以拍攝到哪些範圍的主題 我挑選了幾張照片 來跟大家一起來分享一下 好 那畫面就回到我的電腦上來看 首先呢我們先來看一下 標準變焦鏡頭可以拍攝到哪些主題 我挑選了幾張照片來分享一下 比如說像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就使用標準變焦鏡頭 為什麼叫做標準變焦鏡頭呢 因為它拍攝的範圍非常的實用 基本上很多的生活中的主題 都會使用標準鏡頭來拍攝 然後這張照片也是 它拉到55或70mm的話呢 就可以拍到一個蠻不錯的構圖 即便是要拍風景的話呢 標準鏡頭所能取得的範圍 大部分都能符合一般入門使用者 拍攝的範圍 或者是像這張照片 我在冰島拍的 即便是標準鏡頭 離得稍微遠一點的主題 都能夠納進我們的視野裡面 或者是這個結凍的黃金瀑布 這一張照片的話呢 也是使用標準鏡頭拍攝的 標準鏡頭之所以會是 每台相機的標準配件之一 那是因為它在照片的構圖 實用性非常廣 不論是拍一些風景啊 或者是拍一些生態 或者是拍一些各種主題的話 它都非常實用 這就是為什麼它叫做 標準變焦鏡頭的原因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廣角變焦鏡頭 廣角變焦鏡頭給人家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拍出來的照片非常有張力 比如說這個彩虹瀑布 然後呢它可以拍攝範圍非常的廣泛 可以凝造出一個非常強烈的透視感的感受 這就是廣角變焦鏡頭可以帶來給我們視覺上的效果 或者是像這張照片 超廣角變焦鏡頭所帶來的強烈的透視感 強烈的透視感會呈現出一個近大 遠小的感受 喜歡拍風情的朋友 如果你善用這種透視感的話呢 你可以拍出一些比較另類的照片 或者是像這一張照片 這一張照片是使用超廣角鏡頭去拍的 這張照片的話近大 近的東西會顯得比較大 比較遠的會比較小 這樣子的照片就是超廣角鏡頭所帶來的透視感 是呈現一個近大遠小的效果 或者是像這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的話 事實上三間木屋都是一樣大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到 離我們比較近的這個木屋 相對於其他兩間都大上不少 這個就是超廣角變焦鏡頭 能夠呈現出來一個近大遠小的效果 喜歡拍風景的朋友 第二個鏡頭應該都會買超廣角變焦鏡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望遠鏡頭能夠拍到哪些焦段 其中望遠鏡頭最常使用的 或許就是拍運動賽事為主 拍這種運動賽事為主的照片的話呢 通常都會使用超望遠鏡頭 比如說這個壘球比賽的話呢 外野手離我們距離是非常遠的 透過望遠鏡頭的話呢 通常都會捕捉到精彩的畫面 或者是有的時候呢 我們出門看表演 那個舞台離我們比較遠的話 如果你想要拍得近一點的話呢 通常也是用超望遠變焦鏡頭 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 或者是說像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佛羅倫斯的一間教堂 那我們如果想要拍遠處的東西的話呢 光是用照片放大看的話 是會有點模糊的 但是只要是你使用超望遠鏡頭的話呢 在教堂頂端的壁畫都能夠拉到我們眼前來看 這就是初學者在購買超望遠鏡頭比較常用的場合 那大光圈鏡頭可以拍什麼主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大光圈鏡頭的話 最常遇到的就是拍人像照 我們希望說背景能夠模模糊糊的 比較有點像是人像沙龍照 使用剛剛的大光圈定焦鏡頭 就能夠拍到這樣子的照片 所以說呢 為什麼大光圈定焦鏡頭 或是拍人像很好用的 因為它的光圈通常都有1.8起跳 甚至1.4或是1.2 使用大光圈鏡頭帶來漂亮的閃景 這也是初學者在學習單眼攝影的時候 最常購買的鏡頭 當然大光圈的時候 有時候在特寫一些東西的時候呢 也是非常好用的 比如說像這張照片 我刻意地使用F1.8來淡化我 虛化我的背景 能夠讓我們視覺焦點 能夠停留在這個橫岸旁的鞋子上 或者是大光圈定焦鏡頭的話 而又是廣角的大光圈鏡頭的話 在拍這種極光啦 銀河啦 等夜景拍攝的話呢 都非常有利 光圈越大 鏡光量就會越多 我們使用大光圈鏡頭的話 對於這種極端的夜間拍攝主題 也是非常實用的 這一堂課呢 我們分別為大家介紹一下 五種APS-C常用的鏡頭 分別是標準變焦鏡頭 廣角變焦鏡頭 望遠變焦鏡頭 定焦鏡大光圈 人像鏡頭 以及高倍率的變焦旅遊鏡頭 那全面幅相機最常買的就是 標準變焦鏡頭 廣角變焦鏡頭 以及望遠變焦鏡頭 以及人像鏡頭 所以說到這邊呢 我們已經簡單的為大家介紹 APS-C片幅主機常用的鏡頭 以及全面幅相機鏡頭 希望初學者 你們在購買鏡頭的時候呢 能夠依照你自己的喜好 去決定你購買鏡頭的順序 好的 這一堂課我們介紹到這邊 告一個段落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發財 and my ex from high school still looks just the same as she did back in 2009 I couldn't wait till the morning Let's never put the night on ice Never put the night on ice Oh, I wanna sit right here, right here Chilling with my friends for another year I would walk away from the spotlight for the good life Come on, turn your hate into poetry Pain into power Enemies to friends and your minutes into hours I would walk away from the spotlight For the good life, for the good life